巴西小英之友会在圣保罗乔教中心盛大举行庆祝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陈建仁就职大会 参加来宾共有560位 现场座无虚席场面热闹 驻巴西代表蔡蒙宏也特别从巴西利亚前来参加 一同见证国家光荣的时刻 小王们盛装打扮前往参加由巴西小英之友会所举办的庆祝中华民国 第14任总统蔡英文副总统陈建仁就职大会 一开始两头武师响诗献瑞 从舞台下舞上舞台热闹非凡 接着全体起立唱中华民国以及巴西国歌 这天驻巴西代表蔡孟宏 也专程从巴西利亚前来参加这项重大庆典 与圣保罗侨界一同见证国家盛事 今天也很高兴能够跟我们圣保罗的侨胞在这边骑机议堂 那我想也会借这个机会跟我们的侨胞大家问候 那我借这个机会也建筑我们总统副总统 政公康泰还有我们国家国印昌隆 另外出席的贵宾还有驻圣保罗办事处长王启文 乔社中心主任李鸿文等 巴西乔英之友会长刘国安 至此表示巴西乔英之友会的成立 是因为今年一月总统大选过后三天 确定当选总统的蔡英文 在台北宴景来自全球的侨胞 并特别提到了巴西 让他们决心回来也要成立这个会 借此凝聚强些力量 今天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陈建仁的大喜日子 他今天是旧职大典 我们在巴西呢 也有相对的在庆祝这一天的欢喜 今天很多很多来宾 有超过五百位的来宾 恭继一堂 来庆祝这个晚会 庆祝教职大会表演节目 精彩非凡 蔡代表王处长李主任 与小英之友会的干部们 一起合唱爱拼真一样 拉开序幕 陆续还有中华会馆妇女合唱团 正如华文学校 三好学习中心等当地侨团 侨校所带来的各种节目 现场气氛开到最高点 小朋友们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 开心极乐 最精彩的还有巴西友人带来的森巴舞表演 舞者们穿着巴西国旗颜色的舞衣 手拿中华民国国旗卖力演出 出赫新任总统副总统上任 节目当中也穿插了摩彩 这次的庆祝大会没有冷场 欢乐又记性 欢迎电视六视频发起圣保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